每一个人健康的活在世界上足够的时间 基本上都不可避免的会在人生的旅程中出现一些黑点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而对于那些拥有很高地位和富有的NBA球员而言 更是如此 被无数球迷喜欢的巨星科比 当年也因为场外事件而名声大跌 但是在NBA联盟 有这样三位在NBA打了很长的时间 但是依然没有产生太大的黑点 当黑子想要喷他们的时候 他们几乎找不到任何的切入点 姚明 作为一个外来的球员 姚明在当选状元的时候 其实是引起了很多美国本土球员的不满的 毕竟对于他们而言 这个来自海外的大个子 真的是名不见经传 并且看上去还有一些木讷 像极了学生17、8米的那些大傻个 但是在短暂的适应期以后 姚明逐渐成为了NBA的一个巨星球员 用实力打服了他们 而且在NBA的九年时光 姚明也没有出现任何的污点 虽然身处金钱世界里 但是姚明始终坚守自己的爱情 也始终忠于祖国 在自己的NBA比赛和国家队的比赛面前 他永远都是将国家队的比赛放在第一位 在火箭队 也从来没有和球队的管理层 或者队友耍过大牌 因此 内敛的姚明也是得到了更多人的尊重 布泽尔 熟悉火箭的球迷 怎么能忘得了当年爵士的大前锋 当年姚明在场上显有敌手 然而布泽尔就靠着一手中距离投篮 成了大摇的梦魇 他的投篮动作就更怪了 好像是为了避免被人封盖 总是习惯把球拿到肩膀后面 给人的感觉 就是活活拖的投时机 然而他的命中率却达到52.1% 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 这么说吧 手感柔和的诺天王 他的投篮命中率也不过47.1% 邓肯 要说NBA最老实的球员 那绝对是邓肯了 要知道 邓肯当年可是引起了半个联盟摆烂的球员 而在去到了马次队以后 他也只是有一次动过离开的念头 但最终 他还是留在了马次队 如果他想要离开球队 那显然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可是这位老诗人 就是在马次队坚守了19年的时光 而且每当球队 需要保持实力的时候 他都会非常主动地放弃不少的薪水 这样的一个球员 还从来不和管理层闹矛盾 甚至在自己的妻子出轨以后 依然没有选择报复 这样的老好人 也是让邓肯成为了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对象